太陽露臉但是東北季風影響 這兩天天氣變涼了 凌晨出現今年入秋以來的最低溫 宜蘭14.4度淡水14.5度加以14.8度 因為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再加上一些輻射冷卻的效應 今天清晨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在各地的側站 都有就是入秋以來的最低溫 大多數都有這樣子的表現 其實台北側站這邊也是有16度左右的溫度 民眾清晨出門上班 大外套維京都登場 從明天30號下午開始要留意下雨了 而且到週六會越下越大 因為玉兔颱風外圍環流 跟東北季風的共犯效應帶來降雨 白天下半天開始 會逐漸出現一些些零星的雨勢 31號到10月3號這段期間的降雨 要特別特別留意 在台灣的北部東半部地區 還有橫村半島這邊 很容易會出現大雨 或是好雨上的樣子的等級的雨勢出現 氣象局表示 雨勢會讓中午的高溫降低一些 但是玉兔颱風遠離後 下周開始可能又恢復高溫狀態 氣溫起起伏伏 民眾記得事實添加義務 楊廣新聞 中華八達